大家好,欢迎大家学习第一次shel 变程序实践 今天我们学习第七章节 shel 总盘数和数字的使用 主要讲数字的使用部分 首先我们看一下数字的定义及常用操作 首先看一下数字的定义 我们知道在以前的C月学习中 或者是C++学习中也学习过数字 在shel 变程里面的数字的定义 和之前的C元定义的数字的定义是一样的 在程序设计中,为了处理方便 把具有相同类型的变量 按有序的形式组织起来 这些按序排列的同类数据的元素集合 成为数字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什么意思呢 按序排列的同类数据的元素集合 就是同类数据的元素 就是同类数据的元素 首先,这个应该注意 第一个是按序排列 按序排列 就是按序排列 就是按序排列 这样是同类数据元素 就是这类数据元素 是同类的 好,注意这两点就可以了 速度的定义 另一个是按序排列 另一个是按序排列 数据元素的定义 等于小括号 小括号里面有元素1 元素2 元素3 中间通过空格格开 每一个 每一个元素 每一个用空格格格元素 就统成为一个元素 元素的值 这边一定要注意 一粒括号 表示的是数组 一粒括号 表示数组 然后呢 数组元素 用空格的分格开来 比如在第一个元素 第二个元素 第三个元素 对不对 好,我们举个例子看一下 比如说 有这样一个数组 叫马尔瑞 这是一个数组名 然后等于 就是定义 然后小括号 表示我定义一个数组了 有1,3,5,7,9 中间都用空格格开 表示是每一个 表示一个独立的元素 对不对 这让大家注意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数组的长颜操作 数组的长颜操作 有如下这几种 第一个是定义数组 刚才说了 数字名等于小括号 然后呢 元素的值 元素的值 用空格格开 好 第二个是读取某一个数 读取数字的某一个元素 怎么读取 好 用这个名 用这个 你用$ 然后大括号 大括号 然后呢中间 里面用数字名 然后中括号 然后下标志 所以 注意数字 注意数字名称 你必须使用这个大括号的 扩起来 扩起来 然后下标志 是从0开始变号 这条也要注意一下 这和c元变号是一样的 这个是 读取某一个数字元素 元素 用导致的方法 好 然后数字元素负值呢 比如说我想给某一个 比如说给某一个 rg 然后中括号 r 这个元素 负一个变量的值 负一个值 怎么负值 是这么负值 就是数字元素名 数字名 然后呢 中括号 然后下标值 比如说你要个第二个的话 那你给人字 从0开始变号 上面是1 下标志是1 等于某一个 某一个 某一个值 这就是负值 第三是显示数字元素 所有元素 显示数字的所有元素 怎么显示 用 到了 大括号 然后 数字名称 然后中括号 里面是新 这个固定 这是一个固定格式 把里面掌握就行了 你要输出的话 下面加上一个echo 给输出了 好 然后还有一个分析 就是获得数字长度 怎么获得这个数字长度 什么叫数字长度 什么叫数字长度 是元素的个数 就是这个数字中元素的个数 这个是数字长度 然后用这个命令 叫echo 然后 echo给输出 然后到了大括号 警号 然后 数字名声 数字名字 然后中括号 里面 QA 就是IT 或者QA 改成这个信号 就是这个求数字元素的个数 好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删除 一个数字元素 怎么删除 用这样一个命令 叫onset 然后 mary 然后 中括号 下边的直 这是你删除 删除某一个数字元素 onset 这就能够注意一下 好 下面我们做一个演练 做演练一些数字长度操作 我们看一下程序 叫 这就是一个注释 就是 近后表释 注释 然后 英语一个数字 比如叫mary 等于 小括号 小括号里面 所有元素用 用空格格开 表示不同元素值 不同元素 对不对 0 我这里面是0到10 总共11个元素 是不是 好 我们用echo 输出 数准路 输出使画的所有元素 是不是 到了 大括号 大括号 然后数字名称 通括号 星 就是所有值 就是所有 对不对 数字所有元素的值 好 第二个是输出 输出的第一个元素值 第一个元素值是多 是0 对 随便是从0开始的 对 输出从0开始的 有这种输出就可以了 第三个是输出 输出的长度 长度什么输出 记得这种格式 导入输出的大括号 是引用 然后几号 拿array 数字名称 然后封括号 里面 at 或者是星号输 这样的方法 应该掌握一下 这地方应该掌握 好 然后修改第一个元素值 怎么修改第一个元素值 这样就可以了 数字名称 并下标志 等于某一个值 积极上的修改元素值 好 虚管完成之后呢 重新打印 现在的这个数字元素 是有哪些 好 然后删除数字元素 好 我删除第一个数字元素 对不对 然后再重新打印 当前的数字元素 有多少 只有哪几个 有哪些元素 对不对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标本 i 才是 i 才是 好 就这样了 所有数字元素这么多 对不对 第一个元素是零 对不对 那数字长度的话是11 对不对 两种方法 就是长度 应该掌握 i 或者是新 第二个式 然后下面是修改第一个元素后 它的数字元素的话 好 我们知道 刚才是修改第一个元素的值 对不对 然后修改完之后呢 打印这个数字元素 数字的所有元素 好 然后删除第一个数字元素呢 把这个第一个元素删除之后呢 要不打印这么多 对不对 好 这个节目讲完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数字使用方法举例中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举例 我们知道这个 用这个$服务 然后后面给你变量名称 然后用号新 可以打印出所有元素值 对不对 但是我们打印出所有元素值之后呢 不好对这个里面所有元素 进行相关的操作 所以说我们要换一个方法 还是要来循环打印 每个数字元素 然后呢 对相关的数字元素 进行相关的一些操作 这个程度的功能 就主要玩这样一个功能了 好 好 我们看一下脚本 叫 二字语下方的2点来试 二字语下方的2点来试 好 进后表数字 叫循环读取数字列表演试 然后定义一个数字名 叫马尔润等于 小号引起来 里面作为数字元素 然后用工作隔开 0到10 总共11个元素 对不对 好 求和 论等于 到了 大号号 锦号 马尔润 还是 或者这种改成新 也是一样的 就是求这个数字元素的长度 把这个值 传递给论这个变量 然后输出这个数字的长度 输出这个数字的长度 然后呢 然后再输出 相遇的话 从0开始 编号一直 多一个下面多一个循环 循环是从0开始编号 一直到 到这个 总长度 减1 对不对 小于 小于总长度 然后呢 按加加 这个下表值 一直在加 或者增加1 然后输出这个 输出这个 相应这个数字元素 输出 输出相应的数字元素 然后停在1秒钟 一直到这个 速度 速度 这个 速度 给全部答应完 这边是循环结束 对不对 一直到这个 速度长度 达到 是不是 这边是11 那么 最终结束时 当等于11的时候 能测出来了 测出这个循环了 就是这个 速度 打印完了 你看一下 速度长度是11个 对不对 是11个 0到10 叫11 对的 然后循环打印 速度中的 缘故 每打印一次 听了一秒 对不对 好 这个设计的功能就完成了 再给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地方 这地方我是打印的 这个每个数字元素 对不对 当然 如果我先 如果对这个相应的数字元素 进行相关的操作的话 那么 操作语句 可以就写在这个地方下面了 是不是 这个地方 主要想告诉大家 怎么 对相关元素进行操作 好 这就交明讲完了 再讲一个小板 就是说 如果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数字元素的个数 是多少个 那么我们就没法定义下标值 对不对 没法定义下标 也没法定义这个元素的一个 也没法定义这个数字的一个 数字的一个 这样一个 也没法定义这个数字 所以说 这个方法 在这个例子中 我可以告诉大家 如何对这种 不可未知的这个 不可未知的这个数字长度 是怎么定义的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胶板 就要任下我下3点来试 这样速度的功能是这样的 循环读取速度就要延迟 然后呢 功能在数据有效机内形成机器可信的可信任的列表 然后这个执行的方法是这样的 程序执行方法是周美名 后面给予一条日期 第一个变量是有效日期 然后第二个变量就是 RB计时 对不对 RB计时1 RB计时2 RB计时3 RB计时4 一直到RB计时N 对不对 N是不可控的 也就是说我这个后面的元素值是不可控的 我如何来定义这样一个数据 来进行相关的操作 这个地方一定要掌握 好 看看这个地方怎么定义的 首先第一个是获得所有参数 成功数据 我们记得是不是 在Sher边上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 有一个命令叫 道德鲁星 对不对 就是道德鲁星的意思 道德鲁星 道德鲁星就是 来求所有元素的 这个 求所有变量的 所有变量 这个 对不对 求所有变量 对不对 把这个所有变量 然后这个 传递一个 利息的这个变量 这个变量 这个变量 道德鲁星的功能 你应该掌握 道德鲁星的功能 就是说 我求 我获得所有这个 标证名之后的 所有的变量 然后传递一个 利息的 这个变量 传递一个 利息的 传递一个 利息的 这个变量 然后呢 用这个 倍量 认 等于 道德 然后 大话号 紧号 list 然后 中话号 id 或者是 星 求这个 数度的长度 对不对 求数度的长度 好 然后 第一个元素 51917 然后 将这个第一个元素 echo list 0 输出到一个文件里面去 然后呢 再循环 然后 i等于1 i小元 i++ 将这个数度元素 这个下标值 然后这样一个 把每个元素 输出到这个 追加到这个 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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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T的列表里面 啊 这样后就是 一直到所有的元素 添加完 啊 这个 就已经退出了 啊 然后最后 显示 这个可信的 可信的文件 啊 啊 这个程度的功能 就是这样的 我们执行一下 看一下 好 这样 放下这样的 2013 这样的 后面 这是第一个元素 之下标志 标示的是 可信的日期 就是这个 预效日期 对不对 后面这边是RT的地址 集合 啊 直接看一下 好 好 执行完了 这个就要 我们主要 告诉大家 把你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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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量 变量值啊 你不可控的时候 你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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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数字 是怎么定义 啊 一定要知道 这些地方 是非常重要的 对不对 啊 获得 所有变量值 然后 将这变量值 称入速度 是不是 好 好 这个 这个程序 讲完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下一部分 表客户 这一部分 就讲完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客户作业 啊 然后这个 这个速度的作业 就是 因为我们在这个 share 变成里面 这个速度 用的不是特别多 但是呢 有时候也会用到 啊 在某些 某一些拒织的场合里面 我们也会用到 这个速度 啊 所以说大家 如果说 对如果说 这个用速度 能够解决问题的话 大家还是 就知道这个方法 啊 一定要找 一定要找到这个方法 啊 好 好 我们第一个 这个作业是有三个作业 第一个是 首先掌握这个速度的定义 啊 速度如何定义的啊 啊 然后第二个是掌握 速度的长远通过啊 速度长远通过的哪些呢 第一个是元素的引用啊 一定要知道是 如果引用某一个元素的值啊 然后如果对某一个元素进行负值 如果删除什么元素 怎么删除啊 啊 求速度长度 它方法有几个 两个对不对 啊 一定要掌握 比如说 还有一个是 获得速度的作为元素 怎么获得速度的作为元素啊 这个里面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课程里面也讲了啊 大家一定要在后面 在课后一定要看一下啊 好 第三个是 编辑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的功能是这样的 程序脚本啊 传递各个变量啊 到了1 到了2 到了3 到了4 到了5 一直到了 哎 哎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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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少个变量值 但是呢 我要求你这样做一个东西 要求你对传入这个 这个变量啊 一个合并 然后 将这个变量的值汇总到 这样一个文件里面去啊 好 首先这个这个文件 这个变量值 真的个是我不知道啊 那我只知道说 我要把这张这些变量值 也互动这个日子里面去啊 方便呢 我对这个日子里面分析啊 这种这种这个对在我们这个程序这个编写过程中啊 会经常遇到一些一些未知的 其实我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个变量啊 但是我还非得必须这些文件 这些变量进行操作啊 所以说这个用了速度啊 这三个课 由大家回去好好复习一下 然后认真研究一下 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